我是葉迎飛,今天講神雕俠女與以天屠龍記之間最光輝的時代 葉迎飛以二次創作解讀,楊鼎天擊敗三大神僧之後,明教風頭一時無兩 但瞬間武林形勢有重大改變,因武當、鵝眉、獵門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誕生 這個時期就是神雕俠女與以天屠龍記之間最光輝的時代 說回來,當年百選道人敗陣於聶妃,返回西域 終日試走道日,生活放任,終於不到七年,一病不起 臨終前寫了一封信給他師弟世外三摩,吩咐他們要手刃聶妃代他報仇 世外三摩出山,從此中原天翻地亂 三摩就是雪摩冷傲天,練有天下奇功之手冰雪奇功第三層 冰雪奇功總共有五層,創奇功的始祖冰寒老祖都只是練到第四層 但是已經在三百年前成為天下第一高手 第五層只是一個理論,從來沒有人練得成 另外一個是血摩任天行,練有奇毒無比的血成長 眾者飛死即傷,最後一個就是劍摩,守執一把青摩劍 七十二路絕劍劍法,密不透風,出道六年,未逢敵守 世外三摩一到中原,雪摩就立刻下戰書,挑戰聶門門主聶妃 聶妃回咸,在十月初八,雪山之巔一較高下 於是兩人準時去到雪山之巔,大戰一觸即發 欲知後事,請留意下期,陽過歸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,請按訂閱